7月2月2月5月大受好评的法宝典 2.019農得三品点数会 市政院委员继续農协业与相关局处 结构跟2月5月配合 并且跟農委会、经济部、国务协业业 以及嘉宜官政府连手行销南部有致農得三品 第二,10月2日在台南水平温压公园 農得三品点数会 现场有120个单位 电出当局農三品和嘉宁品 让消费者采贡新鲜安全的農得三品 我们这次的摊位总共有120个 集合了120家这些优质的農特产品供应商到现场来 其中有两层是有拿到農委会神农奖的达人 另外或者是我们有百搭的青农 真厉害耶 芒果干加上凤梨酥 卖了超过千万 这次电出的農得三品是国管市正心挑战 健康、安全、游客各品质 现场大会有来自台南 嘉宁和并东顶管市各地農会 参加班合作者、清隆和秀隆的三品 王市正让南台湾的消费者探这次的机会 支持農民和告白 作为支持最爱的台湾味 有这有还有点 保证给你满资亿贵 那我们希望说接下来 我们除了拼外销之外 也要向国人朋友们介绍 我们自己的在地的朋友们 介绍我们自己台湾的优质的 蔬果、水果、农业制品 那时间就是10月26日 上午10点开始 地点又回到了水平温公园 虽然水平温公园被蹂躏过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用 这次我们不会使用到草地 那我们也会让这个场地保持干净 那最重要的是 能够让许多市民朋友们 还有游客朋友们 能够来这个地方 看看有哪些优质的农产品 那能够踊跃地购买